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求助人 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 有请 我叫秦杰伟 今年34岁 来自河南洛阳 我来找一个 为了保护我 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 16年前 他离开了我 我现在要找到他 这个在大火中保护了他 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 是谁 16年前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 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 深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他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你老师好 你好 小伙子来 请坐 能问一下 今年多大了吗 今年35了 35了 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 我今天过来是找我 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为什么走了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 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 我妈妈不想拖累我们 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 所以她离开了我们 她是一个被当我受伤的而残疾的 受伤到什么程度 受伤到什么程度 受伤到什么程度是 她那个这个手 左手全部烧成手掌 右手就烧一间半的走 面部全部烧得而阔而鼻子 全部烧没了 然后那个下嘴唇烧得当时都没有了 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 把那个下嘴唇补去 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 就那个饭就要撒出来 在哪儿烧得这么严重 家里 家里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货呀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就那年你两岁 你哥五岁也是 你哥哥和你妈妈三个人在家 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 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 家里取暖 以前用的都是那个风波煤嘛 风波煤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风波煤把被子垫下了 然后房间里又开始气火了 你妈妈为了 你为了不让火烧着 你们就这样你妈就管他就反锁起来 然后自己烧成那样 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对 妈妈在外面 她就挡着那个门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但是她挡着门 爸不在家 爸到家就把那个门拆开以后 就把妈 然后救出去了 就这样 上医院了 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她在做那脸部的整形 包括手 他们都要做手术 这个全 因为妈妈实际上从肚子 这个大腿内侧 全是取过那肉 全是补到脸上 补到那手上 她就这颗部 全是就这烧的疤 妈妈虽然受伤 经过那个 爸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 妈妈逐渐那个 包括那个疤痕啊 恢复都可以啊 对 恢复一些 又做一些正常家务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妈是一个勇敢的人 勇敢坚强的人 特别我记得有一次 妈妈试着去做饭 她用那个手 那个手 切菜的时候 因为我们平常的人 这手都有手指 握着个刀柄切 她那个没有 她手指就烧掉一半 她就夹着那个 骨口夹着那个刀柄 就这样试着尝试切菜 我看着她尝试了好多次 到后来还是能切成 她非常认真的去切 虽然妈妈烧伤 我们一家吧 毕竟有爸爸妈妈 我们还过着 像正常人生活 没有不一样的时候 比如说 为妈妈治病 家里欠了一身的债 爸爸也是日一夜一礼 努力赚钱 就是想把这个生活 过得更好一点 七岁的时候 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 经过两次打了开瘤手术 我爸爸呢 就这个部位 天盖开刀 把这个脑盖打开 然后把那肿瘤 爸爸这时候留个疤 拖了两年时间 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 他去世了 当时他睡的床就是四脚 全是那个砖块 垂起来 上面是个木板 他病了 在上面就睡那样的床 后来去世了 就在那个床上躺着 那时候八月份 天气很热 因为没有棺材 所以不能说下葬吧 就我爸爸那尸体 在房间停了三天 我哥哥两人就拿 当时就拿个扇子一只山 把尸体腐烂 棺材在外面 他们就加紧就打着棺材 当时一个九岁的孩子 看见爸爸的手 拉着爸爸的手 感觉心里像是不一样 我手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 我的手冰冰凉凉凉凉 想让爸爸走啊 天就大了 我妈妈收的时候有爸爸在 现在爸爸有出事 重点都落到我妈妈收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家里那时候有两木地 台湾市在台湾市在收玉米 种地的时候 那个玉米 正常人一搬玉米的时候 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 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搬玉米吗 因为她那个手 全部是就是稍微没有表皮 没有表皮 全是那嫩肉芽 她很耐磨的 她的手蒸长磨破 那个玉米掰完以后 那个杆子撒掉以后 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 那必须要把它盘掉 就盘那个根手 她就这样夹着个出头 这两只手就这样扶着手 就这样盘 没有进 她盘那个玉米 像正常的一个男人劳动力 就一下就把它掺 然后她就挣过三下五下 才盘下来 她那个手全是破的 她全是拿那个小毛巾 把手铲起来 然后那个手就这样盘 那时候你和哥哥 可以帮她一些吗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 我们在家帮妈妈吧 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 妈说再苦再难 你那俩得给这学上 因为我妈是高中生 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会 能改变我们俩的 她说必须上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时 我就不上了 那个我哥比我大时候 他当时从毕业的时候 他考上了高中 考上高中当时 我们两个去他那高中 我给他报名税 人家让他交两百块钱 报名税 我没钱 我没钱交 我没报 我没钱交 哥哥 哥哥哭了三天 大次对我触动更大 我 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 那次我妈妈 那时候妈妈第一次哭 那时候孩子 在家里真的没钱 你就初中上万算了吗 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 那是妈妈第一次哭 我就把初中给读完 读完没钱家中 可我直接就回来了 可是到十六岁 我哥又去当兵了 哥哥当兵的时候 我感觉家里的力量 失去了一半 我哥当兵没给我说 当时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我一考三 就是我哥哥 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 当时他去当兵 走了 又留下我跟妈 当然我们种的地 我们种的经济作物 你看郭叔叔 就是朋友 朋友从家把水拉到地里面 让我用火焰 喷得过手上 就这个动作 我跟妈妈 跟人家咋完成了 人家已经拉运了 一桶水一百斤 人家一次拉一桶两桶 人家拉着 我跟人家老东西走完俩 完一次只能拉半桶水 还能泡河河躺 当然有 拿着车下地不然说 妈俩连车的翻到那地里面 那时候都用力干我哥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我是一直都在家赶了 一直在家里 如果赶完以后 农县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上去打工 那天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 什么信啊 主妇啊什么的 没有任何迹象吗 妈妈住手留我一封信 信怎么说的 我带来了他留一封信 这张世界是我的名字 当时 祖先没有任何迹象 妈要去看病了 到南京去 叫你移来咱家看门 别的事我回来再说 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 不能办的不要勉强 要从这上来看 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 因为他就是否 就是我下午下班死电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砍掉这封信了 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 就在村子附近 我能走的地方 包括他常去的人家 包括地里面 包括他能去的地方都走了 一直走到晚上七天 他没回来 当时我没有把他吃 告诉我个 不想给这事情 告诉我个 把他担心 当时他出租的时候 我个人正是说是 部队当了三年兵 第三年时候 他是扣上军晓在湖南上 叫军晓刚取两个月 我个七月份回到家的时候 那时候回家了 一个礼拜 他说他扣上军晓 然后去报道来 去报道还有时间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然后看看你看看他妈 大概就九月份吧 下班回家以后 然后四点吧 四点钟下班到家到四点半 然后那个桌子放上一张字条 兄弟俩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哥哥也考上军校 成为了妈妈的骄傲 就在这一家 就要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时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 妈妈却突然留下一封信 离开了他们 每天都去找你们 妈妈是大概是九月份住的 我每天不上班 每天早上我拿些赶粮 拿些馒头 出去 出去等着自行车 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 只有这 这是最大的能力 骑着车子到处走 骑着车子到处走 每个村 包括每个村街道 找到那问大厅 找了三个月 我叫了三个月 找了三个月 叫了三个月我 这就快到年底了 一直打一刀 找到十二月份 十一月份 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一个人在家过 我没有在家过 一个人 就是去这短就这样 走在外面 人家过春节的时候 我都在外面 就这样溜了 因为我不敢回家 我怕看人家家 家里空空的没人 空空的 这个时候你哥哥 我妈开了十九年 都是在家 虽然哥不开家 我还有妈给家 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 我在那个年 我在外面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 说妈妈怕连累你们 是你自己琢磨的吧 妈妈信上也没说 她为什么走了 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 你觉得是她 不敢 那她就南京 咋都没钱 咋去南京 她能杀去呢 那你怎么觉得 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她看到孩子都大了 都到结婚年龄了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 这媳妇见了她害怕 那个观众没看日照片 我看了 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 是挺害怕的 因为妈妈的学问 比较高一点 高中 然后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 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 略微想多了一点 但是你看看 儿子哭成这样 她记得妈妈的 每一个细节 而这些细节 全都是伤痛的细节 妈妈怎么去拔玉米 然后怎么样地 给他们做饭 就这些细节 你说美吗 肯定不是美的 但是她会记得伤痛 她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 母亲有的时候 可能想多了 我觉得她妈妈挺伟大的 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 她说她只记得 她妈妈只哭过一次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这个我也不相信 我觉得她母亲哭过 背后 无数次无数次 只不过 孩子 没有在他们面前哭 就像她母亲 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她母亲 非常的伟大 妈妈走了以后 你和哥哥 都去寻找了吗 妈都是 那时候 然后后来哥说 就是在当地的罗养电台 做个广告 就那时候 去东京西都弄钱 就那时候做广告 可能两千块钱 做个广告 也没啥消息 往后就是 一听见 一遍有消息 比如说她 临时说死了 我妈妈 因为我妈真的肉毛 就是她也不一样 她这些肉 就赶快去那时候 但打工的时候 打得就是消息不适 就转一致的 训练伤下去 这个为了保护儿子 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妈妈 这位身残至尖 用行动教会儿子 乐观坚强的妈妈 这位寒心如苦 养育儿子 却不愿拖累儿子的妈妈 她到底去了哪里 儿子坚持十六年的寻找和期盘 今天能否见到日夜思念的妈妈 从她走以后 这十六年 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 还能找着路 我不会回家 我不该家 好孩子 让妈妈回来 十六年 没有登座 好好活着 好好把日子过下去 继续寻找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也在帮你找 好 来看看我们的舒东 怎么帮你寻找 请站到这来 站到这 看看大屏幕 舒东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 我们在荣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发来的 寻人报名求助之后 也是兵分两路 帮你展开了寻找 首先 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 说妈妈在离开之前 曾经留言说 要去南京治病 所以我们一起找了 南京的志愿者 在南京的各大医院 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 看看能不能找到 十六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 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第二路呢 我们去了河南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说妈妈的老家 是在河南的掩饰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河南当地的志愿者 帮忙炸开寻找 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 好的结果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妈妈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她和别的妈妈做得一样好 她是最美的妈 我妈妈不想拖累 我们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 所以她离开了我 准备好了吗 为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ерж勇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 我们今天我们的运动系统 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 要为您做一点什么 好不好 有请赵处长 小兄弟 你好 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 救助管理服务机构 有2万多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 同时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 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 因为你妈妈那个情况特征 是比较明显 我们会很关注 很留意 请你放心 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寻找 放心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 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 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好吧 跟妈妈说 来 妈妈 回来吧 儿子现在有能力演我 我娘 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不应该长大 小师傅 你们也要照顾我们 你们都不会走 我们不想长大 你回来吧 你也让我照顾我们了呀 我们不想长大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 我们不想长大 因为我们不长大 你就照顾我们 不离开我们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 回来吧 儿子盼着你 这个家需要你 我想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看见了你对母亲的这一片孝心 大家都会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的孩子 我想你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这就是对你母亲最好的怀念 我想我们大家用掌声给她加油 好不好 为孩子加油 为我们的拉姆加油 孩子你不放弃 我们也不放弃 加油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 妈妈她用爱和坚强 养育我长大 在儿子心里 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 用满是伤痕的肩膀 扛住了苦难 也让儿子的眼睛 扑满阳光 我们呼唤这位妈妈 早日回家 您是儿子 一生的牵挂